緊接著來關心的是桃園市長選戰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是現身了桃園來歷挺市長參選人張善政 下面情況你會聯繫記者謝奇恩 奇恩請說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桃園市長選情的最新戰況 那麼今天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是親自來到了桃園 參加慈會堂70週年大典 甚至要來替這個同黨的市長參選人張善政來站台駐政 不過針對近期張善政是深憲農委會研究報告 涉嫌抄襲的這個事情當中 對此今天早上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是非常的火氣非常的大 甚至來開唱蔡政府現在添一下主席朱立倫的最新回應 台灣可以選到這麼的下流 這麼的無恥 民進黨如果用這樣的邏輯 張善政是擔任宏基副總 他沒有拿一塊錢進他的口袋 而且下面專案經理是帶領18個人團隊來寫的報告 不是他寫的 那如果照他民進黨的邏輯 以後在台灣只要任何公務員A錢 就是蔡英文A錢 國民黨就這樣講 如果有任何政府的報告是抄襲 我就說是蔡英文抄襲 請問這是民進黨的邏輯嗎 今天可以用這樣無恥下流的方式 我再一次強調 今天張善政非常的善良 但是不是這樣的欺負的方式 宏基簽的約 宏基做的事 張善政作為副總 他今天當然掛名主持人 不過針對近期因為這個研究報告的事件 確實是讓張善政的領先的幅度 據國民黨內部了解 是大概領先了10個百分點左右 對此因為這個民調的部分 也讓這個鄭文燦再次與國民黨主席 朱議員來槓上 現在聽一下兩人的最新回應 如果他贏了10個百分點 就不需要這麼氣急敗壞的提告了 這個從他的行為就知道他們沒有贏 目前鄭運鵬的選情是微服領先一點點 我們沒有公布民調的原因是 我們民調是做內部參考的 不是拿來宣傳的 如果今天民進黨領先 就不會想抹黑了 民進黨今天如果領先的話 就不會想那麼多奧波 他們在新北不是在3%就要超過侯友誼嗎 要繼續做夢 針對民調的部分 其實兩位都是持續的來做隔空交鋒的動作 針對昨天晚間 這個張善政是去的中立警分局 來提告桃園市民調桃園市黨部 就是因為他們疑似是透過了這個 鏡週刊的內容來轉貼 甚至來發傳單給民眾 讓張善政是氣不過 認為說這樣的狀況 實在是有意圖使人不當選的這個嫌疑 對此間張善政以及朱議員都回應了 認為說民進黨真的不要再抹黑了 也認為說其實張善政是一個 完全沒有問題的人 也希望他們停止認知上的攻擊以及操作 任務上就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再把閑禁頭交還給團隊主播 對此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